每年到了三、四月份的春季 许多南方地区都会连年不断地下起雨来 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几乎看不到什么晴天 虽然下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但是如果雨下得大了 下得久了也会造成涨水 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 那么在地球诞生的历史上 下过最大的一场雨有多大 可能许多人都回答不出来 而根据科学家们 对岩层进行地质分析之后 发现在地球演变的岁月当中 曾经下过一场 持续了200万年的大雨 没有错 整整200万年 如果这场雨从200万年前人类诞生开始下起 可以一直下到现在 这场持续了200万年的大雨 发生在距今2.5亿年前的时期 是地球带经历了 二叠纪大灭绝之后 下得一场暴雨 当时地球上忽然发生了巨变 接近90%的物种全都灭绝 在这个时期 地球上的海洋几乎被完全蒸发 成为了空气中的水蒸汽 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都以这样的形式存在 直到过了大概3000至4000万年之后 地球表面的活动逐渐趋于稳定 温度也慢慢降低下来 这才让大气中的水蒸汽凝结 变成雨水重新降落到地球表面 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200万年 经过了这场200万年的大雨冲刷之后 又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化 地球上爆发式的出现了恐龙 哺乳动物 鸟类 昆虫等等多种生物 也被称为三叠纪物种大爆发 后来到了大概6600万年前 白恶纪物种灭绝 进入了第三季和第四季 人类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成为了地球的主宰